我用这个1TB 所以我现在我不知道丢多少 我大概已经丢了好几百GIG的东西上去了 那我还蛮喜欢用这个东西 因为硬碟备份 我还担心自己的硬碟会坏掉 它不如放在云端 Google其实还蛮可靠 因为我用它的东西已经用了超过10年有了吧 所以我这个空间里面的话 我目前有1TB的 1.02TB 那为什么 而且都免费的 我没有付钱 为什么它会给我这么多 因为先骑导入者 不是这个 是这个 在地想导宣传活动 它给我1TB的免费空间 所以我还蛮推荐各位可以 做一下在地 这个其实没有任何 跟我广告的性质 我只是 你只要把你的智慧型手机的地图打开 这样在Google Apple应该也有了 然后里面有个什么 在左上角有个什么 那个点 好像有三条线 点下去有一个什么加入在地想导活动 还什么的 它会跳出您的贡献 那你只要 分数是250分 它就给你免费1TB 我觉得还蛮好 那你要怎么做 很简单 你只要到一个地点 比如说来这些上课 然后你就打几颗星 而这边的话 你就打五颗星 那这也 老师上课非常棒 这个没有 例如这样的话 那这样子你就得两分了 那你等一下去吃东西 然后你看到一家店 你也是 那不一定 有时候甚至有人没进去 经过而已 就给他几颗星 评价一下 又两分了 然后你拍照 拍三张 传上去 又得两分了 所以因为这样的关系 我不到一个月 我就拿了免费1TB了 目前用的还蛮开心的 因为如果说你要用 你要自己花钱的话 你要一个月要这样子 所以他给我用免费两年 算一下 应该大概值得台币 八九千块跑不掉 我觉得还蛮划算 OK好 那这个是云端 那我这个地方 我刚刚给各位做的问卷 是利用那个Google的云端表单 这个Google表单 那里面的话 我只是填了一些问题 然后请各位帮我填 那包含我的标题 这里面的话 比如说这里面的标题 是这个课程 然后课程大概这个 名字等等的 然后我查看即时表单 那你们就填完 填完之后的话呢 那我再查看那个回应 有没有 那里面的话就是各位的回应 就在这里 那我通常会需要把你们的名字遮起来一下 OK好 各支法 可能到时候要咔掉这一段 好 然后呢最后如果说我想知道各位的那个 第一个你的程度 第二个你想学什么 那以前要做这件事情 可能非常麻烦 如果实体的问卷 印一印大家填完之后 交换给我 那我回家又要重新再帮你key一遍 然后呢可能下个礼拜才能公布答案 现在不用了 云端做完之后 产生一个短网址 就是go.gl 你把这个藏网址贴上就可以 它就不让你缩短 而且它还帮你产生一个qrcode 产生一个qrcode 其实就是这个 应该各位都有用过 而且应该这个还蛮普遍 go.gl这个网址 那这个网址你就是 这边有个detail 你会产生一个detail 那这边就会有个qrcode 而且每一次上课的你们的 那个点击次数 其实也会显示出来 也就是说每一次我也来看一下 大家使用云端硬碟的情况 跟我参考 像YouTube的观看次数 也是一个参考指标 我就很清楚知道 大家最想学什么 其实这也是一个大数据的应用 就像刚刚在地想到 也是大数据的一种应用 为什么 因为使用者端通通告诉你 这个精确性 也就非常高 所以大数据 不是重值不重量 刚好颠倒 重量不重值 为什么 因为如果你要量够多的时候 自然就反映出你的值 因为它没办法做假 每个人都说它好 如果说一两个说它好 那没什么 但是如果每个一万个 一百万个人都说它好 那它应该也差不了多少 OK 所以基本上 这个大数据的一个概念 那我们来看一下 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是 各位的那个 这边有个显示 回应内容再要 它的好处是怎么样 如果我今天希望马上知道 大家的程度 是入门多还是进阶多 或者是有没有高阶的 那当然我可以 就知道说我该用什么样的方式上课 我要知道你的程度 第二个 大家最想上课 因为才八次上课 八次要把这所有东西讲完 不可能 所以我们要把你们最想学习的 那也许我要看一下 大家最想学什么 那我就是把你们最想学的部分 多讲一点点 OK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大家学习 大概的方向在哪里 OK 好 第一个 可以看得出来 你们的那个程度 有一个高阶 那百分之五十八是进阶的 也就是说应该对于那个Excel函数 我想应用上没什么问题了 入门的话 大概就是有一部分 有一部分 不过如果你是入门的同学 可能你就是要稍微注意一下 也许你可能要花多一点时间 多做一点点练习 另外你们最想学什么 包含就是说第一名 还是这个跟资料有关的 第二名的话呢 跟那个这个 工作表的自动化 OK 这个这个部分 这个应该是最第二个吧 这个工作表 不过要跟各位讲一下 有关工作表 实际上 我们可能会先从 单一个工作表 就是小范围慢慢扩大 因为一个工作表里面的话呢 它实际上 一定是先储存格 在一个范围 在栏跟列 然后外面才是一个工作表 我想这是基本的概念 那Excel VBA 为什么它可以自动化 主要就是说 它把刚刚讲的这种东西 变成一个所谓的物件 或者你讲物件好像感觉有点难 你把它当零件应该比较能够懂吧 那个零件有点像是 你在拼积木一样嘛 你要去怎么样把它拼拼臭臭的 你就可以利用这个物件去做一些事情 那最主要是你可以控制 比如说这个储存格或这个范围 你希望丢什么值进去 或者是丢什么颜色 改变它的 我想那般都是 字的颜色 或者是底色 或者是框线的颜色嘛 对不对 不外乎这些嘛 那你要怎么去办到这件事情 那以往你可能用滑鼠键盘去做 但是呢 现在我们未来会交规就是 你让Excel自动去帮你完成 尤其是越大量的资料 那当然你越省事 为什么你按下去 自动就全部完成 那当然最好 不过可能会难度比较高 这也是我为什么会把上课录下的原因之一 因为你如果回去 没办法反复听过 我想很多人应该是没办法一下学会 除非你是天才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以前上课没有录影的时候 我发现每次同学都在问上个礼拜的问题 有的同学每次都问上上礼拜的问题 那这样的话进度实在是非常缓慢 于是呢 我干脆把影片录下来 直接呢 寄到你的信箱 那我想 再来可能你们自己要花多一点时间 这方法好像还不错 为什么 从此以后呢 没有人再问上上礼拜的问题 如果你又问同样的问题 那我会跟你讲说 请观看上个礼拜的第几段影片 有详细说明 这样比较简单吧 OK 这样的话至少感觉好像 曾经把我讲过的话录下来了 这个感觉我觉得在教育上应用还蛮好的 因为这样我可以少说一点话 OK 因为我其实我也是很懒的人 我不太喜欢一直在讲重复的东西 因为我不是一个机器 OK 那实际上VBA的好处就是 也是不希望你们变成机器 也是你一直做一样的事情 你会不会累 会累啊 为什么人会有五十肩 为什么腰痠背痛 原因很简单 因为你把自己当机器 你就会变成像 所以如果说你有那种肩颈痠痛 手部有痛的 那应该是你没有把那个VBA学好 如果学好之后的话 你的问题应该可以解决 因为很多人都问我那个什么 会不会有肩颈的问题 我说没有 因为我大部分都不在动手 我都在动脑 OK 然后呢 像我一些同学朋友 也已经有老花的现象 不过呢 我发现我好像还好 因为也是一样 我不是动眼 我是动脑 OK 所以其实这样的话 导导是一个方向 另外的话呢 进阶设计跟那个表单设计 这个也许是一个方向 大概知道各位的需求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再来看 选课动机为什么 大部分都是自我成长 OK 好 大概是 最后的话有email 那我会把各位的那个留下email 到时候会发 第一次上会发mail 第二次以后上课的话 各位可以看到这边有个论坛网址 那请各位 自行再加入这个网址 因为这个网址 你第一次进来的话 应该是 是没有办法连 就是 他会出现那个 没办法进去 那之后呢 你就要点那个 申请词论坛会员吧 然后你告诉我 你上这门课 我会帮你加进来 那加入这个地方的好处是说 以后呢 我只要上网课 我把影片贴到这边 会自动转信到你的信箱 那所以我只要做第一次 之后的话 我贴到这个论坛 那你有加入 你就会收到了 OK 这样会比较简单啦 那当然如果你不需要 你可以不用加入 因为这个不是一定要的啦 那另外呢 还有我们的云端白板 我们包含讲义 我是把它放在这边 所以请各位 这个讲义部分可以先看 那我会跟各位讲一下 就是这个讲义是之前上课的 可能会跟我们现在 有一点点落差 因为我会update 每一班都 但是这个是一个基本的东西 那另外的话 里面的话 还有就是说 那个论坛的连结 这个可能是旧的 所以这个 你不要一直用这个 我们是用最新的啦 这个是比较旧 前几期的 你这个可以也把自己 看需不需要下载 下载的话它是一个PDF档 OK你看 如果需要你就列印啦 如果你不需要 你就是直接在手机 或者有需要的时候 在云端上看就可以了 第一个 第二的话就是范例档 范例档部分的话呢 请各位等一下帮我下载 点击它 那如果你对于那个 Google的云端不太熟的话 请记住 因为每次好像同学都会 不知道说怎么下载 又把它打开不需要 上面一个箭头 下载下来就可以 那我比较建议 各位用Google浏览器下载 它会自动帮你下载到下方 那下载下来之后的话 你可以把它打开来 在资料夾中显示 然后右键解压缩 把它解压缩 也许你就把它解到桌面上 或者是你拖拉到桌面 这边也可以啦 把它解出来可以 或者是直接解出来 然后再搬过去也可以 那我在桌面上就可以看到 我们的那个范例档 OK 然后把那个范例档 或者你在下载里面看 把它解压缩 解出来之后的话 那等一下请各位按照顺序 有没有 12345 然后再来就是多重 就是综合性的列型 我大概的规划是这样的 OK 所以等一下会先从这个 第一个文字类的函数 那这是有些 当然进阶的用法 然后再来延伸到VBA 也许先教各位 就是说 比如按个按钮 全部自动完成 或者是说 你可以制定函数 制定函数就是 本来你的动作很多 一堆公式 这个就不用 你只要按下去 点一个范围给他 他就帮你把事情全部做完 那这个制定函数 也可以分享给部门其他人 也就是你写好了 然后我们大家都做一样的事 那你只要用我的函数 我们全部的事情就搞定了 这样的话 基本上在办公室 同个部门的效率 整个就提升起来了 OK 你的竞争力就提升起来了 OK 那如果是 不只是整个产业 当然我的想法可能比较远 如果可以这样 帮大家都全部都做 大家都会的话 我想也就不用再去谈 什么产业高调了 可能我觉得做这个比较实在 因为真的好像感觉真的有帮助到一些人 OK 好 这个第一个 再来的话呢 将来我们需要的 我刚刚讲的那个讲义 跟练习档之外 参考用书 请问你各位参考 然后呢 云端白板 这个云端白板最主要 以前是写白板 可是每次擦掉 或者是说太小了 所以呢 我就怎样 干脆 你们直接在这边也可以看到相关的画面 我会做什么呢 进来的话 第一个是文字与资料函数 会有图 但是有些地方 可能要打一些程式 这些程式呢 你不可能复制贴上怎么办 没关系 程式码 如果说你要参考的话 你可以把这个程式码 这边有个index 右上角有个弹出视窗 这个很重要 请记住 因为你要复制的时候 你如果没有弹出 可能会没办法 顺利的贴上你要的东西 所以弹出 那请各位看一下 有关的那个画面 关键的程式码都在这里 比如说等一下 我们要一键完成事情 的程式码都在这里 你这样会 Ctrl C Ctrl V 你就会写程式了 真的 但是你要注意看 复制哪里 贴到哪里 OK 所以有很多人一起 学完之后 他好像只会 Ctrl C Ctrl V 其他呢 这个当然 也不可能说一下子 八次上课 你就什么都会了 不可能 可是至少 你会看得懂 然后会修改就可以了 这里面都有 他需要了解的部分 我们会逐步跟各位就说明 所以第一个 先跟各位讲一下 有关云端白板的部分 了解大家的学习需求 OK 那我先把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就连结到那个 画面还给各位 下面这个连结 记得就是那个 GOO.GL 8RM EXN 前面一定是GOO.GL 写一线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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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